香港的觀眾大家好 世界各地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司徒甲 但你看的是獨海浮沉 今天星期一一回到公司 看到地上有一個包裹 一見到興奮到彈起 就是最新的一部CD機 美斯C9 急不及待地 開箱 因為之前見過 但未試用過 未試聽過 和之前那些都是一些試板 這部就真正正正正正式 可以寄到下來香港 打開箱的時候 看到第一層有很漂亮的遙控 一個配上機的黑色遙控 和磁石的碟壓 因為頂揭式 需要用到碟壓 然後再打開 可以見到用黑色擁抱 包得很漂亮的主角 就是這一部C9 看到裡面 拿走黑布之後 看到裡面的造工 各樣都很漂亮 按鈕 質感都非常之不錯 它是一部CD Player 也是一部CD Transport 也是一部DAC 還是一部藍牙傳輸的機器 它是有這麼多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它可以有藍牙接收 你用手機 亦都可以傳輸下去 然後播放 它內置了解碼 是雙9038的解碼 本身可以當CD Player用 也可以當純盤用 也可以當純盤用 也可以當純DAC用 為什麼呢 你前面可以自己夾一個CD盤 又或者夾你的Streamer 或者其他有Digital Output的東西 都可以當它是純解碼使用 所以它是 當不當是四合一 你當是四合一 純CD盤 純解碼 藍牙接收器 以及CD Player 你當它是四合一 外表就很帥 究竟聲音是怎樣 現在就試機 由於它是頂蠍色 所以我後面很深愛的 Yamaha的CD Player 都要讓它放上去 雖然我是搬走它 我不是放棄它 我知道很多人在喉著我的東西 不買 好重啊 其實這部也很重 插線看看聲音如何 神經病 我今天聆給你們看 我們先看 Ave 小聲 帥 BE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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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O BESAME BESAME 我愛你 我愛你 剛剛聽了幾首歌 越聽越好聽 為什麼呢? 因為這部機輸入了 再加上其實裡面是有雙膽 型號是6K-E8 不是那麼普遍的 是美斯自己的庫存館 可能對膽又輸入了 所以去到第四五首歌的時候 就非常舒服 聲音開始越來越暖 定位越來越集中 而分析力也比起它之前的型號 CDC5那部CD機 高出了不少 可能因為是9038一對的芯片效用 除了解碼芯片升級了之外 這部C9也加入了平衡輸出 之前那部機沒有 現在這部機就有XLR平衡輸出 很多的美斯膽機其實都已經有平衡輸入 我現在剛剛試聽 只不過是用RCA單端 之後等部機輸入了 我就會慢慢試一下它的平衡輸出 和藍牙那一邊的功能究竟是怎樣 今天是一個開箱 讓大家看看它的真面目 和我自己搓嘗一下 這部CD機的味道 初步來說是非常滿意 甚至是有點驚喜 不只是樣靚的聲音都非常不錯 今集的開箱分享是這麼多 我們下集再見 如果對這部CD機有興趣 想預約試聽的 記得WhatsApp我 91913844 他就在這裡 我至於是在這裡 之後我會說 可以用在這裡 我會想要給你 一邊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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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邊開箱 一邊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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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